- 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怡,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挖挖挖,来,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呢,是退休人, 第一位的刑警,高仁和高刑警,鸿怡大哥好,大家好,社会记者戴志阳,大家好,以及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他是外场的主持人,他叫Tek,哈喽,郑大哥,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Tek的本名是蔡又勋,另外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律师刘伟廷,刘律师,大家好,以及财经专家汪杰明,大家好,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到比较少谈,叫都市怪人, 谈,为什么谈都市怪谈呢,因为,竟然啊,在我们莱鸥,台北市的莱鸥,有个庇湖公园,有人去钓钓一个鱼子,那个鱼子竟然啊,有120公分,有17公斤重,哇,不得了,夏泰,这是怎样? 哦,这个哦,这个是有一个网友啊,他说他有一天早上在庇湖公园,晚上在庇湖公园跑步,跑步跑一跑之后呢,看到一个阿伯的钓鱼,那拉起来一条,黑色,大概有120公分长,那阿伯跟他讲,这一条重17公斤的大鱼,黑黑短短短,那他就想说,哇,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在庇湖公园,如果大家有常常去散步啊,运动就知道,其实那个庇湖不大,但是怎么会出现那么大条的鱼呢,不过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讲,这大概都市人,大家就会对这个很惊讶,那这条鱼呢,其实我们看照片就知道,它叫做黑溜,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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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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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那其實他跟我們常常吃 其實還不算大尾 但是在大湖公園裡面應該是很少 因為湖而已 那個池塘而已 但是大家都會懷疑說 大湖公園裡面怎麼會有這種魚 那當然我們要知道一個小小的歷史 因為大湖公園以前是個蓄水池 我們講說農天水利處 它建造一個大尾池叫內湖大壁 大壁 內湖大壁 那為什麼裡面要養這個魚呢 其實就像我們十門水庫裡面 為什麼要養 我們常吃殺過魚頭那個大頭連 大頭連阿 蝦牛啦 還有一種叫草魚 這三種魚是水庫必養的 那大家會想說 養的水庫裡一定很髒 有排泄物其實不是 因為水庫裡會有藻類 那這三種魚是專門吃藻類 所以它是進化水質用的 但是它又有經濟價值 那又長很大 你說蝦牛喔 對對對 大頭連也是 我們常常去到那個 那種活魚餐廳吃的 又很多就是蝦牛的 蝦牛啦 大頭連啦 還有草魚這三種 對對對 淡水魚的 它這照我知道的律師齁是這樣 我以前讀國中齁 北這個壁湖 以前不是叫壁湖公園 以前叫賴蝦大壁 那賴蝦大壁齁 以前為什麼會有這個蝦牛呢 因為 那邊當時齁 有人在 收那個 收費用 你給你釣魚 釣一天五十塊 一天八五塊 兩隻狗 這樣 有尊子給你帶到對面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國中有 有來這邊釣過魚 但是我們是只有 站在旁邊釣 那後來因為我當了警察之後 我又釣回來內湖分局刑事組齁 那個刑事組 的時候 那個壁湖齁 還沒有改工員 它就環山道站齁 還是有一群人在那邊收費 就是你要釣魚也可以 我給你收錢 那這些蚵牛 還有這些大頭人 是當時這麼這些人齁 這些後來被提爆流氓 拿蚵蚵蚵 那些國家的土地 你拿做魚子也收錢 這些魚是他們當時 放下去養的 喔是喔 那這壁人齁 我的魚 當時你看我國中四十年前齁 三四十年前 那要睡覺來 現在三四十年也大了 三四十年齁 最少 而且吼釣這個蚵牛 也還不知道什麼 最少 三四十年齁 絕對三十歲去釣 是喔 你也知道 因為他們那時候 國中每個都有釣魚 因為我很喜歡釣魚 以前我騎腳踏車 從襪子騎得來得到 騎得來得到 你如果禮拜三 他們就全部都在 壁虎公園轉角口 一台大型的水車 那都在釣魚 放這個魚 放蚵牛 台魚 放這個大頭連 反正放很多的魚 我相信他三四十歲 不要說 因為高刑警 剛才都說 什麼時候拿出來 但是喔 但是這個蚵牛 不是那麼容易釣 如果真的愛釣的 我其實想 可以推薦觀眾朋友 第一個就是 那個 新電溪中正橋 中正橋下面那一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和平公園 那個是可以釣的嗎 可以釣 可以釣 大家都可以釣 有開放嗎 有開放 但是你敢不敢吃是一回事 當然 我是建議 就不要吃 但是釣起來好玩 為什麼我建議不要吃 那水很恐怖 對啊 那毛人釣到土杉 一會這麼多次 土杉 土杉 這麼大月 都不會是 一會這麼多次 土杉 那些土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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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上面 那邊土杉 真的好多 你看到水裡就知道很噁心 對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真正的是都市奇臺 釣魚不用魚竿 然後可以釣到那麼大的 虱目魚 還有烏魚 烏魚 就在哪裡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在永和的 中正橋跟福和橋 中間那一段 每年大概冬天喔 你在碰到大漲潮的時候 或是說 颱風過後 那個水滿出來的時候 你到那個中正橋 那個河濱公園 運動公園 你會看喔 很多人喔 就拿著大網子 很大隻的蟲子 然後長竹竿 直接撈 因為他都被飄到那個 已經接近草地 水滿出來嘛 那我都在草地上鑽啊 哇 那一堆人就直接 直接用手抓 然後直接用網子抓 然後我都會帶我兒子 每次 那颱風過後 大概那一段時間 水慢慢退下來 那一段時間 我就帶他去那邊 看人家抓魚 非常有趣 我一個朋友 就剛才說的 新電視 新電視 新電視上游 叫做翡翠水庫 還有一個植彈霸 我的朋友 找一部鯉魚 台仔 台地公的台仔 對 這部的台仔 來來來 攝影機在這裡 看一下 這個 這個超過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106台鯨 喔 那天啊 他剛才抓起來的時候 牛四點鐘 他抓著說 何哥 我釣釣一隻鯉魚 帶到你家去殺 我說好啊 你抓來啊 給我相片一撲擊 我說慢慢慢慢 你抓著 趕快把照片照一照 把他放回去好了 為什麼 這麼大隻我怎麼敢殺 哇 這個裡面都有蛋啊 這個都應該 這幾百塊了吧 這個 我們不敢吃啊 是因為他年紀大 所以不敢殺 不是啊 因為看到他會害怕了啊 都有靈性啊 一公尺多耶 這隻一公尺多的 這隻很大很大 所以歷史說如果小歲就沒有靈性 小歲 也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這種的 要 誤以死為貴啊 你如果說我像我吃得這麼大 看著鯉魚 我們台仔講的地方 還是豆瓣魚在這裡 一斤兩斤就不得了了 這一百多斤 這個怎麼吃 太厲害 你知道一百 你說一百零六斤 一百零六斤 一百零六斤幾公斤你知道嗎 六十公斤一百公斤嘛 對 六十三點六公斤 對 六十公斤一百斤嘛 你幾公斤 我啊 差不多六十公斤 比你更大歲 真的 我在想那個車子 還能不能載咧 那麼大 是啊 不過郑大哥我是 欸 這位幾歲 我 我猶得一百以上啦 可能爆 因為我自己以前 一百以上 一定有一百以上 我自己是鯉魚齁 四十歲的鯉魚這麼大 三四十歲差不多 四十歲這麼大隻啊 四十歲這麼大隻啊 也長一二十斤而已啊 這一公尺 那要一百多歲啊 那你們如果要用體積 那何博文不是嗎 一百多歲 哈哈哈哈 那不一樣啊 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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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也這樣 因為他那肥瀉水庫那水清嘛 那幾十米幾百米的 那水清啦 還清 那以前肥瀉水庫喔 因為我們 以前我們 我們老闆在農林天上班 那都巡山喔 那肥瀉水庫喔 那肥瀉水庫喔 剛才是小貞說的 蟹鳳齁 鳳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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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那大頭蓮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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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電池彈霸 你們朋友用什麼 用甩甘 甩甘丟到牛 甩甘的意思是 牛要四點鐘 射到橫上去這樣 會出去了 用刀的 例如刀的 那魚鉤咧 魚鉤用一般我們在釣 我們釣那個葵鉤 釣那個香魚那種魚鉤 那個香魚魚鉤很小 那不大 哪有可能牛會起來 很奇怪 牛要四點鐘 現在會釣到 你如果牛筋會回去 鮮魚啊 正常是會啦 但是啊 像這種的 大隻但是貴必有力啦 哈哈哈哈 先休息一下 是不是 真的真的 那漆很高的 很多次 很透明的 要餵料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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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嘉義的巴掌溪 的上游 叫赤蘭溪 你知道嗎 小時候的年代 會有我們去釣魚 你知道嗎 有釣魚 有釣魚 都用什麼 鱼藤 都用鱼藤 鱼藤 還是用鱼藤 鱼藤 毒性不夠 我們現在說不能釣魚 但是以前鱼藤 用鱼藤 毒性不夠 因為那個鱼藤大條 都在上游去買咖哩 白色的 一碗像那個什麼 那個肥皂 面上一直洗 一直洗 那個毒就一直跑下來 從上游一直流下來 比較大的也說 那聽到人家在鱼藤 我們放學 聽到人家在鱼藤 在鱼藤 開玩笑 書包 快點啊 來鱼藤 因為鱼藤的人 最拖的人來鱼藤 因為他希望他全部都他的 可是鱼藤的人 總是兩三個而已 他沒有辦法 顧到整條溪的人 所以大家也稍然鱼藤 他如果在刊 我們就看酸 一尾 鱼藤 我想那尾鱼藤 幾斤 其實蠻大的 你知道嗎 那鱼藤裡面 在台上 我就射到這麼多北不簡單 是啊 我就看他五年了 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一直跟著他跑 後來他跑到岸邊來 叫我疑到 疑到 疑到 我就撐起來 往這裡跑啊 搞死了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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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玩笑 現在叫我抓到 哪有可能給你 對啊 他如果走 他就一直叫他 哪有可能 對 他是要顧我還是要顧你 回去 夭壽 我這四人吃過最好吃的魚 這條鯉魚 我看過比這更大隻 你看過更大的 親眼看到 那是前幾年 因為花蓮的鯉魚潭 花蓮有個鯉魚潭 相信大家都去過 那個地方 以前 老一輩的人都說 裡面有鯉魚巾 很大條 有人看過 但是沒有抓到過 那前幾年呢 就當地的一個經營船家的船夫 他都放鯉魚 放鯉魚 結果他抓到一條鯉魚 兩百斤 這個才一百零幾 兩倍大 比這兩倍大 那 巧的是 他抓到的時候 當地人嚇死了 就是說 你把鯉魚巾抓走了 搖家就對了 搖金抓走了 怕那個 當地的村子 會帶來那種 厄運 結果那個船家 第二天 又抓到 還抓到什麼 你知道嗎 你又有吃過的鯉魚嗎 鯉魚 不是外面的鯉魚 鯉魚 鯉魚 不是鯉魚 鯉魚 鯉魚跟鯉魚有什麼不同 鯉魚是我們 平常吃銀色那個 氣氣常常銀色 就養殖 就我們做那個鯉魚飯那種 鯉魚飯那種 鯉魚是灰灰花花粗粗 短短的 那個野生乳鯉很貴 它的價格大概是鯉魚的 大概四五倍以上 一百零二斤 鯉魚一百零兩斤 一百零二斤 六十幾公斤 六十幾公斤 比我的腿還粗 好恐怖喔 大概兩公尺長 那 咬到不會放的 不是 咬到手會斷 他就是 後面就用網子抓到 都活的 那當地人 他本來想要賣給 附近的海產店 但是當地人 就不准他賣 他就好玩了 他就在他們後院 馬上請怪獸來 挖個大池子 就把這一條鯉魚 跟這一條鯉魚 就養在他池子裡 然後圈起來之後 收費一個人五十塊 你來看 一個人五十塊 我就是付得到五十塊之後 去看到 這一條龍馬 跟這一條鯉魚 那後面放回去了 那他挖多大的水坑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 那他挖多大的水坑 好大好大 請怪獸來挖一個大池子 然後就養在那邊 那個好吃 喔那個好吃 那個龍馬好吃 我看台灣人很可愛 譬如說去到美國 看那個松鼠那個好吃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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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拖了 他這顆的不錯 看那個袋鼠 袋鼠肉已經吃過了 袋鼠肉不是很好吃 被假裝成是牛肉 對啊 那這尾是什麼 這尾就是那個人中的那個 對啊 就是黑牛馬 對 喔 真的蠻大條的 這是 來黑黑的大鼻 大鼻 鼻鼓公 對 對 就是這 不是這尾喔 那不是這尾 不是這尾 這是鯉魚 這尾 大直橋下 這尾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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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直橋下 有這麼大的鯉魚啊 有有有 其實一樣 你在心電器也很多 對 你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你去 只要是永和 永和跟到 中和那一段 心電器 你每天晚上去 你會看到一個人 都會帶個五六支到十支以上的 粗的 粗的甩竿 那岸邊都排成一排 都是在釣 那個黑牛大頭的人 跟鯉魚 天啊 而且喔 你知道 在松山機場的 要怎麼說 比較接近 基隆河接近南港那裡 在松山機場那裡 嗯 那裡很多外勞 都在那邊 捕 用蚊子 捕魚 啊 他們都掛兩湯 甜甜 外勞 他不可能抓去賣 我說外勞都在那裡吃 對啊 敢吃菜 你看那個魚 多少啊 聽說我們那個 這個什麼 下水道很多是牌的那裡 等一下我們都排到 對 都排到 一定笨的嘛 對 我在政大 政治大學 待會兒講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哇 我不曉得 我們大集有這麼多 對啊 這麼大 哇 那隻也咕到十公斤 好 剛才說到三湯齁齁 那小袋呢 他們去蘭嶼 對不對 蘭嶼齁 就抓了三湯 要來吃 來 大家看一下 看他抓幾隻好不好 哇 來來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 我 我朋友去 蘭嶼 但是你們看到的畫面 只是其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喔 我的天啊 但是因為我鏡頭 沒辦法拍那麼多 這 我們一天之內喔 一天之內 抓了283隻 野生的 野生的 這帶我去的是幾個 北南族的獵人 然後從台東帶我去蘭嶼 這只有一個多幾個 大概都半斤左右啦 你們怎麼做 那 我記得那天晚上喝酒喝番的 因為他們有用紅燒的啦 三杯的啦 煮湯的啦 還有燉中藥的 哇 我的天啊 那天也真的有夠爽 因為我第一次吃那麼多 因為我好喜歡吃甜薯 那我們去蘭嶼就可以找這些朋友去抓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齁 他們都是在台東 那一次是因為 為什麼要到蘭嶼抓咧 因為蘭嶼人不吃 蘭嶼達悟族他們不吃這個甜薯 那結果他們那一年 那一年 就是鼠患太多 肆虐 對 那他們就找了那個 北南族的 因為北南族喜歡抓甜薯 那北南族 那北南族剛好那時候在 達悟族偷害 對 結果他們那時候剛好在舉辦獵祭 那我就 他們就問我說 要不要跟著他們一起去 那他們就幾個獵人 我們就坐船過去 然後他們就放陷阱 那他們有一種方式 很簡單 他們帶幾隻獵狗 然後他們那田一塊一塊 芋頭田一塊一塊 然後他們把四周網子這樣圍起來 先圍起來 那老鼠不是都在洞裡嗎 然後他們就在這圍起來中間 放狗去趕 放狗去趕 老鼠就走走走走到處鑽 然後去撞網子 就對了 就對了 謝謝 所以我們一天就可以抓283隻 小袋 我們兩個相同 感覺髒頭鼠目 我比較鼠 我鼠村子太多 那高情景其實也在台北市 有人家養老虎喔 有多喔 我以前在中山區做官區 我關這個民權東路 在建國玫瑚烤口那種 以前那種又到 第一病院的旁邊那種 我去草後面那裡 那一家油站 那家油站 那邊一棟的大樓 樓營的就沒車 好打坐 我去到七樓 七樓都聽了 好好叫 我最奇怪 五樓坐電腿聽到 好好叫 阿七樓熟 坐電影沒有人 他上樓又加蓋 為旁邊電腿去 喔 兩隻老虎 好像先去 這就是兩隻老虎 走電影是兩隻老虎 要摸這老虎 那時候真的沒有管制啦 那如果有印象喔 以前老虎在台北郭那邊 陳德路常常也有那一台發財車 載一隻老虎 五花大棒這樣 現台整隻頭沒到賣了 那是早期 早期啊 我那個 下去裡面養那兩隻老虎 我要查戶口 不敢按門 你拿那個 旁邊那個掃把 給它吃點人 我都說 欸 你好嗎 別這樣關在這裡 有什麼你都要給它掃把吃點 我不會把他換掉 那兩隻好東西 那兩隻好東西都要一百多斤啦 很大斤而已 那養在渡市裡面 我問你養在那邊做什麼 顧差人也不會顧的 你養在那邊走四人 養兩隻好 我又養另外一間屋口 那一塊後面 龍將路356巷 那一隻雜貓小孩 那個女生 家裡養了兩百多條蛇 我會怕死 不是要養來賣嗎 那是養七頭的 寵物 寵物 在市中心欸 市中心 中山去啦 那一定要關起來 五四月熟 他住六樓 五樓的 和七樓的 七樓都說 那個蛇都會鑽到他們那個陽台裡面 對啊 我跟那個小姐說 所以不關起來了嗎 有關 那也是兩隻 那小姐說我們家都沒老鼠沒臟啦 我說你家我也知道你都沒老鼠 沒有人家都沒老鼠上去啦 沒有人家都沒老鼠呢 他說那不太乎啦 我兩百多吃 我去去 也不敢去找 因為以前都市裡面很多都 我們沒辦法想像啦 都市裡面的 像現在當然是很多列為保育類的 我像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叫做聖約翰的約 我叫約哥 他 人家送他一堆小黑狗 在高雄六股那裡送他小黑狗 其實越長越長越來越變臺灣黑匠 到我兒子的時候不知道 養到大變臺灣黑匠送給屏東科技大學 因為我們臺灣很多其實 家裡現在還有人在養一些我們講保育的東西 其實怪怪的 還很多 那你也剛過有人是家裡面開地下葬儀社 那就很奇怪 我的文山二分局 我的分局有一天社工人員比較好說 高先生你轄區裡面有一個養老院 你們那養老院沒有登記 我說我轄區沒有養老院那我養老院 你說有喔 我們據報是有養老院的 他們每次來申請 都有商場補助費 我說哪有可能 因為我們每次都順路經濟路的那裡 因為我說那條路旁邊還是高級住宅 高級社區 那那條路一樓 一樓你經濟路就看到有人在搭一個臨堂 臨堂這樣輕輕輕鬆鬆鬆鬆的來做法師 對你臨堂 對你臨堂 那你就覺得說 在養老婆近一近了 離殯儀館 離現在的隧道也很近嘛 我們也不以為意 我就請那個管區一來 我就跟他說 官國你 下去裡面我們說有一個養老院 有哪有 沒有啦 沒有哪一間說二樓是養老院 沒有沒有不可能 叫我跟社工人員跟官區 跟理廠 我們以前又好 就去那個藝樓室 藝二樓的家室 剛才現在在辛亥站旁邊而已 去我就看到藝樓 他也是又搭一個臨堂 那臨堂 他在黑色玻璃門 你看不下去了 但是黑色玻璃門他看得出來 玻璃門一打開 那個藝樓的味道 哇 那絲臭味有夠臭的 很臭的 很臭的 絲臭味 臨堂 人要單出山那種的 我自己去看 四月的冰箱 那冰箱 那冰箱一個都差不多兩公尺 好像人家在冰 冰淇淋的冰箱 白色的冰箱 只是他那個蓋子是透明的 有四個冰箱 躺四個死人 躺四個死人 我就看現場沒有人 我就叫一個老爺 一支手似乎沒有人 說這是誰開的 官府說這是沒有人做的 我就快請他來 來之後 那四個冰箱 我說這二樓要怎麼去 都沒說 二樓 官府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社工人員也不知道 我就叫那個老爺說 你看看二樓要怎麼去 哪有可能前不早孫後不早孫 你要往二樓起碼 有個樓梯 都沒有樓梯怎麼可能 就像其中一個冰箱 拉出來 裝死人那個冰箱 拉出來 就一個那個小小的樓梯 他就掉下來了 那個樓梯一下來 味道更臭 我就走第一個 那個社工不敢進來 社工就跑到門口去吐了 我就走第一個 那個很假的很假的 我這樣啊啊啊 啊啊啊 明天我又沒手電 我說沒有你也電電拍火 他說那沒電火 我一行到二樓起來 那不高 那不高 那一行走起來 我看著黑人 吵去白癡癡 脈手都屁股 看來我這樣 我怕一個 那是外流 印年的外流 我叫他怕一個 他愛一聲 關口聽我愛一聲 那邊連土 我看了他 你連土 印年的國安公代議 他說沒有 我在這裡到三天 他說你到三天 然後北樓上一看 隔了五間 隔了五間小亞房 五間小亞房 每一間都一個老人 都一個老人 哇 奇怪 老腳做兵役 做綜藝衫 老人還在這裡 都換的 五個都換的 我說快 讓這個小孩找來 負責人就找來 說你這老人哪裡來的 都去新北市三旁 那個人在養老院 向企養的 那有個怕你時歲 沒落錢 沒有繳錢 他就去那個認寧 回來企養 認寧之後也是 回來企養 帶他企養之後 他跟社會局 報商贈補助費 喔 他跟商贈補助費 那我統帝家修來 叫他家修 再付一次商贈補助費 有沒有 商贈費 一個死人 撥兩次 這沒工作有人在做 有喔 結果社會局當成告發 那老人喔 那商贈補助費 政府補助是多少 幾萬塊吧 幾萬塊 我記得可能是 一個可能是 不知道幾萬塊 可能一部分而已 不然那個還有保險 一定有嘛 這個我們不了解 這是社會局的法律 那社工人員 沒有 那主要是 那老的 要把他翻身 哎唷 你把這邊 一翻過來 你看他的臀部 一磅像小母子這樣 小母子就看一磅像彈空 一磅像竿 你彈空那一年 你看 它 大大的 彈空的皮 膝蓋的皮 好 整成這樣 趨人外裏 噢 夠可人吧 嚕窗啦 嚕窗啦 因為它裡面都是趨人 都是趨人 我們看得很噁心 那些人的外用 那些人還要挖的 都挖的 那些外用趨人 全背面的垃圾都擋了 哎唷 那些很噁心 那些老人都 都跟那叫 但是 他一定很痛 痛苦 又臭 那個 那都腐敗了嘛 對啊 都腐敗了啊 那個社工人員說 請我幫忙 把那個屍體搬到 第二磅院 我說你偷敗去 你怎麼搬 怎麼也輪不到我來搬 你把他那些 那些往生的那些大體 移到殯儀館 你要請張儀色來搬 你怎麼那麼沒有愛心 在大台北市區 不是 那大台北市區 在那雲山區 那邊又高級住宅 光潔民走就搬了 我搬不下手 那個真的搬不下手 那個不是說冷凍 那個就是 冰箱不夠冰 不夠冰會炒的 原因是誰 因為你如果說像 那個停屍間裡面的 那個溫度夠 他會僵硬起來 可是那個溫度不夠 他只會有點軟 又不是很軟 他必須用乾冰 乾冰冰過之後 他手會縮起來 手縮起來之後 那個要從大台拿出來的時候 那個屍帶就穿不下去了 我就很奇怪啊 我說這個真的很奇怪 那個屍體三枯 因為一枯要出山 另外三枯的屍體 手經驗喝 那很奇怪 西公 那來這樣 輕輕輕輕這樣黏黏的 手腳說這樣放軟了 哎唷 那屍體就像這樣 運屍帶進去 我看我們這小的 其實真的有一個 很陰暗的角落 但是我們都不了解 我們也看不到 看不到 真的 你要不去才知道 可能那老人這麼可能 那裡面都生疼 那要擔死 入窗 都擔躺 而且只是別人賺錢的工具而已 好 等一下後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儘管夠 都擔死 他都不擔死 好 那傑敏啊 是你是有一次要停車 停在建國北路 不是 其實不是這樣 是我正好有一個 失散多年的高中同學 然後我們不曉得什麼 就聯絡到了 聯絡到的時候呢 他就 因為他的辦公室呢 就在建國北路 離新天宮就在旁邊 然後呢我就去那邊吃便當閒聊 然後我就看 喔 這個旁邊就是那個 地平館 然後旁邊有一個建國北路 下面停車長 那我看我說 喔 這邊停很多車 就閒聊了 就是沒事啦 敵散啦 就來一來 他就跟我說一句話說 你有開車在台北 我說沒有 我很少開車在台北 我的車都留在新竹 他說如果你開車 記得建國北路 靠近行天宮那邊 就不要停 我說 為什麼啊 就說那邊又不是 就停車啊 不要停啊 他就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說 他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很多朋友 大概知道行天宮 對面就是丁義部館旁邊 有一個很有名氣的羊肉爐 那邊很多人去吃 羊肉爛 那他就跟他的朋友 就約在那邊見面 他說就大家一起吃嘛 因為公司在旁邊啊 那朋友四面八方來嘛 那他也就把車就順勢 就停在那個橋下面 然後大家就吃羊肉吃很開心嘛 吃完總是要回去 那其中有一個朋友呢 他就是就順便載他走 因為都要去領口 那兩個吃很開心 大家你知道朋友吃得很開心啊 就往那個就是他建國北路 這是民權東路 建國北路往北 就在第一陰陰旁邊 他們一直聊天聊得也快了 然後到那個 就是我們說建國北路下面停車場的時候 他朋友開始不講話了 他說嗯 就 就我們就上車 那上車的時候一上車 當然你知道一上車 兩個男生因為喇咧一下 他說不要不要喇咧 好我們就走了 也沒有說我們走走走 他也沒有說不要喇咧 那我這個同學就是 因為他是做那個進出口貿易的 很多朋友 他沒有遇過這樣的朋友說 大家談生意談那麼開心 聊天那麼開心 吃羊肉吃那麼開心 怎麼上了車子這麼緊張 那就離開一段距離的時候 這男生他的朋友就突然就呼了一口氣 他說 你不知道 在那個建國高教堂下面 站了一堆各式各樣的 什麼年紀都有 一堆阿飄 然後因為 你同學看到 他我同學的朋友 我同學沒有沒有這個 是他的朋友 他說站的滿滿的各個年紀 都在看著他們 因為你一進步車他們就有好奇看嘛 然後因為 這個他的同學是 我同學的朋友是可以通靈的 所以這些人也這些阿飄也知道他看的到 所以靠過來之後 他們叫他快走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趴在那個 車子玻璃上面在看 所以我們那個玻璃他也進不來 對他進不來 因為那邊你是你的空間 他在那邊看 所以他說 他要看什麼 就靠起嘛 就是看人類啊 然後 那我也是覺得汪傑銘常上電視 不是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參與 我沒有參與 我只是 只是因為他們的那個 進出我公司 他對他們也不認識 這但對你認識 對 我不在其中 包括我 不過講到這邊 我朋友其實就是我 應該是說我同事的同事 他們家很有趣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他是阿嬤就有通靈可以看到 然後女兒也可以看到 他女兒的兩個女兒也可以看到 那其實為什麼會知道這個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呢 他的小女兒 他也不知道 大女兒知道會看到 小女兒不曉得 那小女兒大概三歲的時候呢 他們上高速公路 然後呢 女兒就 在臉忙嘛 突然醒來了 就問說 問媽咪說 媽咪媽咪 為什麼高速公路這麼多人 在那邊走來走去啊 他們都不用回家啊 他就說 疊糟糕了 他的小女兒呢 也看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 他們 我就跟他就閒聊 在哪一段啊 啊 啊 就是啊 高速公路 就一路 一路 一路 這個其實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講這樣的故事 不過呢 其實他又講到一段故事 讓我覺得有點 有點恐怖 事實上他曾經寄了一張相片給我 因為他們最近在看房子啊 然後那張相片呢 呃就是 因為我那張相片 我立刻從我LINE裡面刪掉 因為我覺得有點恐怖 他拍了一張相片 然後門口就站了一個小朋友 我只看到那一個 嗯 那個小朋友其實是阿飄 你怎麼知道他是阿飄 因為他沒有跟我解釋那個 因為不像是正常人啊 嗯 那個樣子就不像 就是一個小朋友 就是一個小朋友的樣子 然後蹲在這邊是這個姿勢 一般的小朋友蹲不會把手 哪裡的門口 就是一般住家的 嗯 他說其實每一家 他在找房子 就在找說哪裡最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阿飄啦 只是說哪裡阿飄比較少 他因為他看很多房子啊 那那個房子他就拍了下來 那我說我看到一個 他說沒有 其實那棟樓裡面有不只一個 就是在各個階層裡面 我現在講手還有點發 後來趕快把 我把那個相片給刪掉 要不然我就秀給大家看 為什麼你要刪掉 因為覺得有點 在我的手機裡面 有那個東西怪怪的啊 心裡會毛毛的 然後 然後我就說哪裡阿飄最多 就跟他寫上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他嘛 等一下 所以他用手機拍得下來 對拍得下來 那個小朋友被他拍到 不是 就拍到 他說不是那棟樓 那個透天處不是只有一個 是好幾個 阿我只看到一個 阿那個是在哪一縣市 在新竹 新竹 新竹市 新竹縣 新竹縣 哪一 哪什麼鄉 就 再問下去 其實你知道竹北新豐那邊 其實很多房子裡面 都要注意 那個是歷史很久遠的 因為柯家莊已經太久遠了 所以歷史久遠 然後房子 有 那我就問他 說你哪裡進到最多 人家都說什麼 河旁邊最多 其實沒有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行業會不會 Kan我 家具店 家具店最多 為什麼 因為家具店很多是那種 一二三層樓的 阿你上去的時候 大賣場 對大賣場 你才會開燈 很多家具店是開燈 阿那邊又有安靜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家具 阿有那種古早的家具 有新的家具 那邊是最多的 而且就是各式各樣都有 當然都很友善 我們就在那邊 他們都靜靜在那個地方 阿也沒有動作 就靜靜的動作 站著嗎 阿就是各種知識都有 好 有沒有站著 我先解釋 他們說 他去看那個家具店 因為我介紹到他 另外一個家具店 因為我在那邊買東西 後來我怎麼要介紹他 後來我每次去他家 我開始毛了 他說那個 他沙發椅啊 那個賣家具說 阿你不要試試看 坐坐 家具坐嘛 這沙發椅很舒服 這是很正常嘛 賣家具都會說 你坐坐看嘛 然後我這個朋友的朋友就說 我怎麼坐得下去 因為上面就有言坐在那邊了 怎麼坐下去呢 因為賣家具看不到嘛 他看得到啊 而且他就說 你坐你坐你坐 試試看這沙發椅很舒服啊 他又解釋沙發椅 怎麼坐怎麼坐 他一直想說 我怎麼坐啊 他就把話題插開啊 你知道後來 不能找個年輕的小姐坐下去 沒有後來我 後來我其實後來去那家具店 我只要看那個椅子 是被拿出來的 我就不敢坐 我寧願去拉旁邊的椅子坐 還有他也坐過 就是那個去看那比較古老的 就是他其實也不是古老 其實是新的家具 他的式樣是古老的 他要拉抽屜的時候 抽屜就被拉回去 就要把他拉回去 因為裡面有那個阿飄啊 然後不過最經典的事情是他去 那個我們還是比較市中心的家具店 他有到比較遠一點的家具店 市中心家店還比較少一點 遠一點靠濱海的那種家具店 我不知道以後大家去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後來我去我都覺得怪怪的 他那個小女兒 就小女兒跟著去嘛 然後大家因為老大人在看家具 小孩子跑來跑去 跑一跑呢 小女兒不見了 他們就說就叫她的名字啊 然後那家具你知道這個大賣場都是 可能就幾百坪嘛 就找啊 就叫她的名字啊 就叫啊 然後找了半天啊 就一直就開始 大家就很緊張就開始那種直線式的找嘛 就看到她的小女兒躲在那個就是桌子下面椅子後面 咪哩啊 那她就說你躲在那邊幹嘛 她說阿伯在跟我玩躲貓貓 媽媽看得到嘛 旁邊這個阿伯啊 看起來很慈祥啊 對他們想 媽媽也看得到 就是阿嬤媽媽跟兩個女兒都看得到 對 那我就問她說那你家具買完怎麼辦 因為我們沒看到我沒感覺嘛 其實之後我買家具我都毛毛了 我們就沒有感覺 她會看到的感覺 她說有他們會做一件事 他們家具搬到家的時候會請老師來 處理一下 別的家具跟著來 那還有一次是最誇張的事情 我把這顧講完 還跟上車 他是到濱海去幹家具店 因為那些人可能沒有見到通靈的嘛 那突然有一家子 被通靈 還跟上車 那個小女兒就說 媽咪媽咪他們跟上車坐在旁邊 小女兒看得更仔細 媽媽就整個就傻掉了 然後呢 把車開打電話 請老師來 老師來的時候趕快清理一下 回去回去 這不是你們處理 然後其實他有大吼說你們不要跟來啊 但是這些就跟著 跟到車上 哇恐怖 小孩子不懂啊 小孩子說 這些叔叔伯伯都很好玩 都在逗他笑 哈哈哈哈 所以會跟欸 他跟不曉得幹嘛 繼續來 就是 所以他其實這樣說 他很多同事就是新居落成的時候 都不太敢請他到家裡 因為他看得到 對因為怕他家裡 那我有請他來我家了 他也沒有說實話說我們家裡很乾淨 因為我有個新的房子 他說那是隔壁鄰居不一樣 因為他家隔壁鄰居 我們隔壁鄰居有種一棵很大的黑松 上面就桌一個 每次我回到家的時候 就會瞄那個黑松 但我看不到 心裡就覺得 也不敢跟鄰居講 希望鄰居也沒看到這一集 就黑松上面桌一個 好那不論怎麼樣 就是家具店是一個很多的 你如果邀請我去你家 我一定會跟他說 你出門別再吃那久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這個廣告 這個遺傳的 這個在新庭的 新庭 對不對 你新庭的 對 這個台南的 這個台北的 我們台中不能說輸人 我們台中也是有很多傳奇的 喔喔喔 地靈人節 對啊 台中不要小看這個地方 台中最早有一個叫做幽靈船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幽靈船其實它是來自於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古老的故事 很多人以前就知道有幽靈船 描述的這樣巨細迷 然後它像海盜船一樣 裡面坐一百個人啊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都沒有人真正看到它出現 那一直在1995年 幽靈船是當時開始流行 幽靈船大火以後 幽靈船24年離婚 對 有幽靈船大火之後才有幽靈船的傳說嗎 對 說那個時候在寫的時候有人看到 對 就說有一枝尊 在 其實它是在1995年剛好2月15號 就情人節的後一天 所以很多人情人節過完繼續去用餐 我爸爸剛好那時候 去幽靈船四餐廳 對對對 我爸爸是那個海產批發 所以我也是 我也是我們榜的店 所以那一天火燒的晚上 我媽媽就很緊急 趕快打電話給我爸爸 看他有沒有在那邊送回來幹嘛 就像是卡不通 我也是很緊張的 後來發現我爸爸是沒事啦 平安啦 但是 據我爸爸他後來的描述是說 當時為什麼會 他們聽到蹦一聲爆炸之後 就一發不可收拾 原因是 因為他在那個 通往2樓的樓梯間旁邊 有一個那個瓦斯館 破掉 破掉火源剛好又有 然後就爆炸 爆炸 農煙就往2樓串 所以整個農煙串到2樓 2樓都跑不出來 那最後就是64個人就都走了嘛 然後那2樓的那個逃生梯 都是塞滿雜物啊 我爸爸說他以前送貨的時候 都沒辦法從2樓走啊 都是要從1樓走啊 是 然後後來就有人在講說 在燒的那個過程當中 就看他一家鑽 把那個人一個一個吸進去 所以那個幽靈船是在那個火災現場的上方 飄著 飄著 大家就形容說 它就是一艘那個海盜船的樣子 有風帆 把一個人一個人吸進去 就是有人 就有人真的看到就是吸了64個 吸完之後火撲滅 它就飄走了 然後飄走了之後 後來才又有人說飄到第一廣場 因為有人說在第一廣場也看到 第一廣場其實是台中很著名的 所以我要講一下台中有一個威爾康 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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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事件 造成64個人死亡 對 十幾個人 11個受傷 受傷 這樣 他後來還是有很多 台灣第二殘重的 對 他後來還是有很多靈異事件 因為他後來改建成停車場 然後很多人去那邊停車的時候 發現他要去牽車的時候 打開門那一山那有一個 燒機造出來 所以他後來 停車場又結束營業 變成五金行 然後變成五金行之後 所以停車場也經營不下去 經營不下去 對 然後後來又變五金行 那五金行 半夜就有人聽到在插菜的聲音 輕輕輕輕輕 後來五金行也關了 那現在 我前上個禮拜回去 他現在變成一棟旅館 大樓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這台 幽靈船到最後又飄到了 所謂的第一廣場 台中的第一廣場 第一廣場 第一廣場其實是台中一個 很著名的地標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國中生的時候都會約在那邊 我例如管理平台前 說你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對我們蠻傷心的 還可以啦 OK啦 大家差不多年紀啦 溫同學 對啊 這我學長 對啊 然後我們就是在 我實在說我也沒有交會了 我們要來做朋友 是是是 我做朋友要搶位 對啊 然後第一廣場 為什麼後來會有人說是有幽靈船 其實應該是說 第一廣場 它是一個門字形 那它前面有一個金字塔 對 其實我在猜它應該是燈光 太陽的反射 上去之後 也是一個像三角形的地方 對 所以大家就會認為那個是幽靈船 因為其實 有人的傳說是說 這個幽靈船 如果在這棟建築物的上方 它就是會發生大事情 好可怕 對 但是其實第一廣場到目前為止 是沒有發生到什麼大的案件 那後來那個金字塔 因為大家一直傳言說 那邊就是有一個幽靈船 所以把那個金字塔給拆了 那到現在其實也都安然無事 只是說第一廣場確實是要整修一下 因為它裡面真的還滿陰森的 那第一廣場生意好嗎 它現在就是都變外勞的天地 現在已經沒有台灣人在裡面了 全部都是 它現在變成東協廣場 對 就是東協 哦 東協就是東協 東協組織 中協組織 對 所以你 當然 鬼協啦 你到那邊你可以學習很多種語言 對啊 東協廣場 那那台北火車站也是 對啊 對啊 東協廣場一 東協廣場二 對啊 那其實台中除了這個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算是在傳說當中滿盛名的 就我最近搬到烏日 烏日大家都知道就是高鐵站附近 成功嶺的地方 對 但是它離成功嶺有一段距離了 對 它是在那個 反正也是在烏日比較靠近市區的地方 那它是一塊地 然後它有一間鬼屋 那我那時候想說搬到烏日 我就要去找說烏日有什麼景點好 帶我的朋友可以去參觀玩啊吃啊 結果就找到這個景點 那這個景點我就想說 我搬去要去拜碼頭嘛 哪個景點 烏日 烏日的什麼 的一間鬼屋 但是我一開始還不知道它是鬼屋 乖 旅屋 對 Melville 我就想說去 才會說烏日之前 我就問那個廟宮聽說這邊 有一間那個紅色的建築物 以前很有名 現在是鬼屋 然後那個廟宮就稍微跟我講的當時的情形 他就說 它是一個富商 買一個片 一片 富商常常說會去酒店找小姐 就跟那个小姐很暧昧 然后就跟小姐说 我们这样好了啦 我们在一起也暧昧那么久了 要不然我们来结婚 我们来盖一栋爱的小屋 我刚才有一栋台 你出一盘我出一盘 这样好吗 这小姐就是暧昧嘛 好好 不然你当一人出一盘 那一年过了两年 一人出一行 但是在土地上面 就是一人出一盘的钱 那后来房子也盖好了 盖好了之后呢 这个富商 带别人住进去 结果是带别的女人 就不是带这个酒店的女人 这没钱哦 对 把房子放下就对了 不然这个酒店的女生 就走在这间房子里 他住卧室上吊自杀 穿红衣 感官 人才养私 对 那后来这个富商 这个房子 他就住得有点心虚嘛 因为不然的发生命案嘛 但是因为他很好 所以也没有人去报这件事情 不然 住的回室啊 但是回室的时候 只有那种主卧室 完好如初 完全没有任何的烧伤的痕迹 其他整个楼层 三楼四楼都斜了了 对 那就都没有 就那一间房间没有问题 没有事情而已 就后来 那个屋主 就不敢住了嘛 他不敢住之后 他就贱卖 贱卖给别人 就卖给别人之后 别人每次去住 就会发生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听说 那个屋主啊 他买了这个新房子之后 主卧室嘛 就重新装潢嘛 弄一弄弄一弄之后 大里面 他睡在他的主卧室 可是他早上醒来 是在他的庭院 哎呦 就搬 被搬到庭院来睡觉 然后他 想说 是他喝醉酒 自己走出来 还是怎么样 他就每天去试 每天这样睡 每天这样睡 一个礼拜 他有四天 都是被搬到外面来了 对 然后后来 这件事情就传开来 传开来之后 就有一些年轻 像我们这种小鬼 就想说 那我也要来试试 到底有这么恐怖吗 因为后来那个房子 真的就都完全没有人住 然后没有人住之后 反正大家就 大门深锁嘛 他的外观就长这样 他当初是 算是在四十几年前 算豪宅 他这个门 听说就花了二十几万 然后就很多人 都去住他这个二楼的房间 因为他二楼房间 还很漂亮 然后半夜 那个小夜灯 都会自己打开 然后就一群学生 就跑进去住 隔天早上 他们也都是睡在这个庭院 被搬下来了 被搬下来 现在那间主卧室 还完好如初 然后没有人敢睡 你说要带朋友去探险 有吗 有啊 我带他去的时候 外面就搭这庭 我就不敢留了 他就说 里面有鬼神啊 不负责任啊 你不要来里面 挡手啊 想来鬼处 动手脚 电死不负责任 他说 他说不负责任 处内有神鬼 这应该是编定义的 对 这应该是编定义的 处来有神鬼 没你来 我也不知道 他这在什么 我看到这我就会怕了 你来什么 什么 母乡 祖室 警告小人 因为他后来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 帝母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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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警 警告小人 小人 处来有神鬼 没你来 帝 帝 电死 帝母公主 电死 帝母公主 想来鬼处 慢慢不太通 不太通 但是因为他贴了这一张 看起来这应该不是人写的 不是很 不是对 对 不是很顺的那个感觉 对啊 这样你都跟他一招 你不知道怎么过来啦 你看他 欧阳叫欧少年 不然我连郑 郑大哥在那里我带你来 哎呦 这不可以带你 这不可以带你 高兴前的我带你去 你带他去 这个路主 这个路主 姓徐 双仁徐 是我一个外帖的亲爱他 哦 你说那个后来被他 上吊戏机的姓徐 双仁徐 她的 她的 我这个 跟我结拜兄弟这个 她的母亲 43年次 13岁生我这个朋友 然后 这个上吊的是 她的亲阿姨 然后这个亲阿姨 是 在 申舍场所上班 申舍场所上班 叫我这个富商 骗甘情 欺骗的感情 尊有其人 是真的这一个人 真的是这一个人 我感觉 47年次出生了 你如果要用这种 不正的方式 跟占便宜 我觉得人家留下来 就是很怨很怨 很恨很恨 那个地方就会不平安 缘起 对吧 巨婴人 对对对对 你如果上代人家 就不会有这种事 对啦 尤其在我们梅雨之间 一股好人正气的 对啦 哈哈 去 到底说得真是假的 你去睡一会儿了 你看你有那种伴带吗 对啊 我是不怕 我知道啊 没有你就 但我买去 我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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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调皮的 买去 你很买去 还是要尊 如果要用时间算 你数越久的就越有贵嘛 对吧 我们台南枸杏 对吧 我们也可以输了 是 因为枸杏 某某都是贵 真的是这样 因为台南一般人印象台湾两个 第一就是很多古迹嘛 有 枸杞很多 第二就很多好吃的东西 大家就想说不然来吃东西 又看古迹嘛 一般人来台南都做这些事情 我们小时就在台南大了 所以我也看很多古迹 但是呢 又听东西的人说 越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说我们台南是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有安平古堡 那是当初 荷兰人来台湾 站在这个地方 也是 应该是台湾 比较少 可以看到外国贵的地方 黑毛贵 黑毛贵 对 真的一般人说黑毛贵 真的是 住那附近 较老的一部的人 他们都会有这个感受 就是说 当初 荷兰人去 有电线说 跟冠冠走的时候 也是很不好的 有的也都死在这里 甚至有的在这里有 结婚生孩子 就来死在这里 就变成说有这个 晚期在这里 就有的人就看着说 诶 较晚了 还是说 清晨的时候 去看着说 诶 这个荷兰的坡子 黑毛贵 还在这里练兵 在安平古堡 附近又练兵 诶 很多人 其实有荷兰的血统 各代医者 像那个 周杰伦 习曼宁 余天 都被 这个证实 他们有荷兰血统 这样子 那 郑成功打败 郑成功其实是用 人海战术 到我来打赢 那打赢之后 荷兰人 说 跑掉嘛 所以 随从 说有一股 荷兰人的势力 是往高山跑 因为你如果 你走买乎 会叫台义 所以往高山跑 往高山跑 听说就是跟 那个 原住民 那个 泰亚族 泰亚族跟阿美族有混到 所以你看到台湾 泰亚族跟 阿美族的轮廓 比较深 还有在洞里面 在山洞里面 曾经发现有 大批的荷兰人 军队的尸体 到后来他们就走不路 嘿嘿 这样子 不好意思 所以你说有黄毛鬼吗 也许有啦 因为我 我 自己就有黄毛鼻 黄毛鼻你知道什么吗 现在就是有说蓝坛 蓝坛 蓝坛为什么有个蓝 就是荷兰那个蓝 所以才叫蓝坛 蓝 所以 日本的 日本早期跟西洋最第一手接触 他们学的是荷兰文 所以他们叫蓝学 蓝学 嘿嘿嘿 所以 我们有黄毛鼻 我们有黄毛鬼 是 淡水有 黄毛赤 黄毛赤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对啊 当然台南还有一个 叫做刺坎楼 那也是当时荷兰人老了 嗯 就说在刺坎楼 跟安平古堡中 其实有欧一个地道 对 有汤的 也真的有人对他两边的 贼下去走 下去欧 发现说 其实是有一个地道 其实那个地道 也是很多人 传闻说那里面 有黄毛鬼在里面 所以后来 那两个杖都封起来 封起来喔 安平古堡的杖 还有刺坎楼 那两个杖都封起来 你没下去走试吗 我很想要下去走试试 不可以吗 现在已经封起来 哎呀 没差人 对啦 但是台南 也不计荷兰人 招联过 另外就是日本人嘛 其实日本人也招联过 台湾也招联过台南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我以前 高中招联过台湾我招联过台南一中 这很厉害 那个时候叫做州立二中 是台湾人招联的 以前的 现在台南二中 是以前的 日本人招联的州立一中 总统在台南的时代是这样的 是 但是也是有很多 以前 不好意思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 就是什么台南州啦 对啊 新竹州啦 对啊 台中州啦 台北州 台湾分共在州啦 aze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日本人在台南 像我们在台南一中 的厚厚厚里面有一�weund 很长的囚 高屎叫海洋 Schule oak越洞也有互动 很多厚厚 那就像往以前 日本人到的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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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力 都會說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機槍掃射 那個彈孔都在那上面 我也常常就是說 我們都在好好打掃 打比較暗 那個彈孔算打的你知道嗎 日本人打的 還是美國人打 你感覺嗎 我感覺應該是美國人打的 當然也是美國人 那不可能是日本人 那時候是日本的土地 對啦 對 接著的時候 美國人來打 在那裡打掃的時候 也是常常好好都有這個鬼故事 特別是這個紅樓的部分 因為紅樓 他時間很久了 也有學生聽說啦 聽說裡面情殺的 為情自殺的 也有聽說 以前在修正的時候 也有日本兵在這裡打掃 所以就有人說 在晚上打掃到晚的時候 會看到日本兵講立文 後來走去 喔 對 走來走去 當然我也是都很好奇的 我們就很多同學就說 我們大家都在這個教室 在那打掃 所以你經常聽到 好 欸 欸 欸 好哈喲 都聽白天阿羅比較多 公邦阿 我們好好就 那九十五分三站樓 我們大部分都在一樓在掃 就有很多同學調皮 說要走去二樓 走去三個晚上的時候 就真的有人說走去去看那裡有的沒有的 走來走去 日本兵 也不是日本兵就是說說 那時候魂魄那種東西 就都會傳言說 以後大家盡量不要去樓上去讀書 都在樓下讀書就好了 教官也會這樣跟我們說就是說 要尊重古早在我們這堆土地 生我過的人 所以那就是我們以前讀高中的事情 不要去冒犯他 尊重 尊重啦 不然也是可能有什麼事情發生不一定 當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就去教他 我讀中正大學 中中大學是好的大學 就大學去讀法律系 第一個禮拜 學長就一定要帶我們去一個 我們民雄最有名的民勝古籍 叫民雄鬼屋 不好意思那不是民雄最有名 那是全台灣的最有名 對 那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說大學時我比較知道有一個地方 第一次去 那真的我起到他的大門前 我就開始在那裡出 那真的有夠陰森 看起來非常陰森 旁邊都在山峰 那也是都大白天 那就是那裡很暗很暗 那門口看起來就是很陰森的狀況 那當然剛開始就學長跟你帶在那裡 那為什麼 有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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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帶在那裡說 你以後 你如果有尬他的學妹 你就要帶他來 對 這樣最快變你女朋友 因為他在那裡 那裡的孫子都會這樣 那你不要在那裡說 煩你自己在那裡帶喔 你要在那裡做英雄 不可以自己在那裡帶喔 那當然第一次去 我也是很有害怕 很怕 就第一次這樣去 後來有一次就說 高中東北 我們都在台南 就想說過年啊 沒辦法去 大家做回來去民雄過屋 去探險一下 拔妹仔 大家就小育 那大家就育育育 哇 就真的塞車 差不多10個人去 嗯 差不多12點去到那裡 那去到那裡喔 那不是沒人喔 裡面還有人在怕別人 嗯 就是裝神弄鬼在怕別人 喔 這個喔 其實 其實裡面喔 是現在變得很老的地方啊 就是 雖然是真的恐怖 真的人 裝神鬼在下來 來參加的人 在那裡下裡面的人 啊 當然我也是好奇嘛 大家就在那裡裝神弄鬼啊 在那裡開玩笑啊 啊 也都覺得沒什麼啊 啊 當然看完比較陰暗啦 啊 不過等我們一桌子 欸 奇怪我們一個同學 沒什麼原因 生病 喔 沒有原因喔 啊就生病 啊他的生病狀況是這樣 開始上吐下寫 嗯 啊在家裡 三天都不會燈當 對 完全沒辦法燈當 啊 什麼事就 今天有在怕到那裡 對 我們就是說 他都 了解一下說 啊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他就說 不知道去那天去那裡 啊那裡 可能大家就是比較 在那裡 遊戲 啊不尊重鬼神 啊可能就冒犯到 對 啊結果啊 是一個命喔 算起來比較輕的 欸 啊結果真的就是說 三日完全 都沒辦法 啊三日過去了 就沒事情了 也不用吃油 什麼事情都沒有 啊所以後來我就對於 這種地方齁 其實我就 真的 真的是 進鬼神 進鬼神 雖然大家是傻味 不過不要在那裡開玩笑 對啦 對啊 你們五位絕對都不是 嘉義民鄉的人吧 不是 對啊 沒有一個是民鄉鄉的嘛 只我比較像 來我們這邊休息進網告 嗯 TEC呢是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對對對 那據說你有一場去主持的地方 是很偏僻 他也不算偏僻 他是在山上 嗯 在山上 那你知道山上其實就搭了一個舞台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活動公司 就為了要讓我們有遮風避雨的地方 有 就在旁邊找了一間比較 沒在用的屋子 讓我們在裡面休息 有 那休息當然就反正就是沒有在用嘛 就擺了兩張桌子 我有把他那個圖大概畫出來 嗯 他的那個那個 大概就是這樣 來助理呢 大門進來 那我的休息位置在這邊 那工作人員的休息位置在這邊 嗯 那我們就對稿對稿對稿 對完稿之後啊 那個主持 那個工作人員的聲音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對 他的聲音就跟Yuki有點像 就是有點娃娃音 很可愛的那一種 Take我們來對稿了 那種很可愛的那種聲音 Yuki說我們同事 對 然後呢第一次我們對完流程之後 我就跟他出去對稿 對完稿 然後又回來 回來之後 他就說那Take你先休息一下 我先去忙 我就說好 我就很認真再改一下我們剛剛對稿的那個流程 那大概過了大概三四分鐘吧 忽然他又喊啊 Take對稿囉 彩排囉 我就說喔好 然後我一轉身的時候 就有一隻手抓住我 他說 你不要出去 我也聽到了 有啊 那個是你的同事 不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剛剛叫我 剛剛叫我跟他去對稿的那一個同事 他其實一直都在裡面 他根本沒有在外面 而且他沒有講話 他沒有講話 但是我們都聽到了 Take對稿囉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東西拿了出去之後 他就拉住 我也有聽到 Yuki真的有去啊 Yuki 我覺得 那個時候當下我們兩個對看 然後就想說 那現在是出去還是不出去 對 對 然後對看大概十秒吧 但因為活動要開始 還是得要出去啊 那張多少 那張2萬幾塊 這樣會好嗎 會好會好 回去又有太怕 又有太怕 因為真的有嚇到 還問你的同事同樣的聲音 對 一模一樣 模仿他的聲音一模一樣 Oh my God Yuki一定會紅 真的 靠聲音就好 對 那小代 花蓮也有很多 玄奇的地方 花蓮喔 其實是這樣講 花蓮如果以市區來講 那過去啦 花蓮有一個很地方的地方 那個很悬疑的一個地方 叫松園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 他現在位在那個 中央那個 警察廣播電台 跟那個中央廣播電台 旁邊而已 那他是一個 在一個小小的秋林的頂端 那他 周邊種很多很多老 百年的老松樹 那中間就一棟 獨棟的日式 日式建築 然後有一點點像我們現在 台北賓館那種感覺 但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過去 他是 他是在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他是東部地區的一個指揮所 陸軍指揮所 那可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功用 因為以前 美軍的航空母艦 或艦隊只要行進東部海岸 就是那時候二戰的時候 那花蓮有好多 好多個臨時戰鬥機場 包括花蓮四有 然後包括局安那邊也有 那好幾個臨時戰鬥機場 那就會有什麼 神風特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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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的所有的飛行員 然後只要是執行的前一個晚上 一定會去那個 這個招待所這邊 然後去喝那個叫什麼 沾泉酒 沾泉酒 對然後喝完之後 狂歡一個晚上 第二天一大清晨就出任務 那那一段時間 就是自殺了啦 對那花蓮縣制是 真的是有記載 那那一陣子在那邊 進出的飛行員 待過那個招待所的飛行員 那數目非常非常多 好 那可是喔 就從我小時候 就說我有出生以來 的印象中 它就是一個廢墟 因為它庭院很大 那你也只能在外面看 就是一個廢墟 然後整棟就是 上面都有藤蔓啊 然後被那個樹枝殘繞 都沒有人去整理 那附近又都很空曠 那以前我們老一輩的人 就不准我們經過 就是說不准到那附近去 因為那有人 常常有人晚上去運動啊 因為他到附近運動公園 運動經過那邊 就會聽到有哭聲 男生的哭聲 那很多鄰居 附近居民都講 那個哭聲就是 聽不出來是誰在哭 但是就是有那個哭聲 所以他們常常會覺得說 欸會不會是以前那些 特工隊員 出發前 對出發前 然後不捨 然後可能暗自哭泣 第二天當然就 就沒命了 然後後面那個魂都 一直留在那邊 那結果咧 這幾年花蓮縣政府 把整個大整修 就把整個整修之後 那變了一個很乾淨的地方 可是因為他那個喔 地板是木板的 啊現在開放人參觀 你走到上面這樣 疾哭 騙騙騙那種感覺 那結果後面又有鄰居講 那晚上都沒人啦 啊晚上沒人 啊可是每次 還是有疾哭 在外面 因為你可以站在園區裡面走動了 但是那個就是 主體建築進不去 那奇怪晚上怎麼也在那邊 會有 大家在散步的時候 也聽到裡面在那邊 騙騙騙 或是那種 抬到木板這樣 嗚嗚嗚嗚那種聲音 小小小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有一次去鹿兒島 喔日本 那鹿兒島 剛好在展示 他們日本要申請成聯合國 五行文化遺產 那是什麼呢 就是說 神風特工隊 的 隊員 要出發前 都會讓他寫一封信 給你自親的人 嗯 那多數呢 都寫給母親 嗯 少數寫給女朋友 少數寫給他的 剛結婚的太太 嗯 那 就展示那些信 喔 痛苦喔 不是我看日本人 因為我們日語 我們看也沒有啊 嗯 日本人是看他靠啊 嗯 很流流 會感受到那種 很愛妻的氣氛 然後那個信就是 你其實 大致看得懂 就是說他要為國去捐取了 嗯 請媽媽保重 嗯 就是 這世人沒辦法跟他補答 希望後世人有機會 大概都是這種 啊不然就是交代自己的太太 嗯 那個姨父子 嗯 那肚子已經肚子了 對 你要怎麼去照顧他 不可以改嫁 類似這樣 嗯 我覺得那個造成很大的悲劇 嗯 日本的太平洋戰爭造成很大的悲劇 喔 事實上裡面有幾場被我看過 嗯 因為那個是台灣人 也去當神風特工隊 啊 嗯 台灣當時去當神風特工隊 因為他有龍 我們在龍潭就有機場 嗯 在宜蘭有機場 新竹有機場 嗯 那都被 就是也徵召了一些台灣人 去當日本兵 嗯 然後就當空軍飛行員 是神風特工隊 然後也寫信給回來給自己的家人 嗯 幾分我看得懂 啊日本現在說要把它申請成 聯合國無形的文化遺產 這是題外話啦 我是覺得戰爭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悲劇 嗯 是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喔 當然就比較郊區 大家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應該常常去太魯閣 有一個地方叫白洋步道 嗯 那白洋步道 你們知不知道 大家都有印象嗎 我們要進到白洋步道之前 要穿過一個很長很長的那個山洞 那隧道是沒有燈的 嗯 然後那個那個感覺喔 就那時候像一部 那日本大導演那個黑澤民導演 那 我也突然也想不起來那片名 但他講到說 他進到一個隧道裡面 看到一列那個犧牲的日本部隊 走出來那種感覺 那過去喔 就曾經有旅行團 連續有兩個旅行團 那個隧道大概有 我自己估計啊大概五六百公尺 那你是看到鏡頭就一個小光碟 滿長的囉 滿長的走進去 那還會滴水 那很冷很冷就是 那之前就有兩個旅行團 就是帶團進去的時候 欸走進去之後 然後出來的時候人就不見了 就有一個人不見 連續有兩個旅行團發生 同樣的一件事情 當然不是在同一年 就有人不見 那好啦那附近的居民 就講說這個地方喔 因為以前也是有 駐紮我們國軍的部隊 在山裡面有國軍部隊 那他們曾經有一個連長 在那邊當兵 他就講 他那時候帶部隊 要去行軍的時候 就經過這隧道 那經過隧道的時候 大家安安靜靜的走進去 那突然間他就看到一個 怎麼一個日本兵 在旁邊你知道嗎 穿日本軍服在旁邊 他就嚇到 哎呦 怎麼會多一個人 多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而且還安安靜靜的 跟著他們這樣 從隧道裡面走出去 出了隧道之後 人又不見 那後面這個退伍的連長 他就跟有一次 我們來吃飯 他有提到這件事 他講說那個印象是深刻 他連續兩次遇到 都是帶部隊 走過那個隧道的時候 他就發現